烟霾重重 很多人现在不止出门要查天气预报 还每小时准时地上气象局官网查空污指数 不过空气污染指数到底是怎么定的呢 API PSI和AQI除了名字不一样之外 又有什么不同呢 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关我们的事 你算过了吗 我国被烟霾笼罩的日子 从8月中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天空感觉每天都很灰 但是翻查官方指数呢 好像又没有那么糟糕 那究竟空气污染指数是怎么制定的呢 新闻每天都在报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我国测量空气数据的标准 用的是API空气污染指数 分成五个等级 蓝色和绿色的都是不影响人体健康的 少于50点的蓝色属于良好 绿色是中等水平 鉴于51到100点 超过100点 101到200点呢 就是黄色的不健康水平 而橙色呢 表示指数鉴于201到300点 非常不健康 超过300点就是红色的危险水平了 而超过500点就可以直接宣布紧急状态 那怎么测量呢 目前为止全世界都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因为每个国家呢都会根据自己的国家背景啦 国内的污染问题 社会经济情况等等呢 去修改计算空气污染指数的浓入标准和污染物指数 但是大部分用的有这三种 API空气污染指数 PSI空气污染物指标 和AQI空气质量指数 那这三种的测量方法各有不同 那像我国和新加坡呢 多年来就是因为各自用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明明国土那么接近 但是呢空污指数却感觉落差很大 我国用的API值呢 是用五种空气污染物 包括了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一氧化碳 PM10的平均浓度去算出来的 而新加坡用的PSI值呢 多一种 多了PM2.5 那当然现在一样了哈 因为我国的环境局在去年8月 就把PM2.5呢 纳入计算当中 计算方法呢 是从全国各地的监测站取得数据 而数据的读取过程 需要经过完整的一个小时之后 才能够得出最后的API指数 比如说傍晚6点的API指数呢 是需要在晚上7点才能完成读取 在网站上面更新 而AQI呢空气质量指数 计算AQI的网站 AQICM.org的计算方式呢 是采用最新的每小时悬浮威力数据 而不是我国计算API所采用的24小时平均数据哦 只要在这个网站上面输入地区的名字 就能够看到实时的数据 但是目前呢正式采用这个指数的只有美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去调整指数 比如说加拿大和香港采用的空气素质健康指数 AQHI还纳入了健康风险因素 为什么我们明明看到天空一片灰蒙蒙 但是呢官网的空屋指数却好像还好 那最大的关键就是24小时平均值的计算法 不过计算PM2.5的方法呢跟WHO世界卫生组织是一样的 都是以24小时的平均值去算出当下的PM2.5指数 比如太平傍晚7点的PM2.5指数是120点 那这个结果是监测站从过去24小时之中得到的平均数值 并不是说当下傍晚7点太平的空屋指数是120点哦 关主播什么事 不管你看的是AQI的每小时实时数据还是我们的API指数都要提醒大家 在烟满期间尽量还是留在室内 N95口罩不可少